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唱会多地开唱 感情上也有了归属 和男友李荣浩很深爱 日子可以说很甜蜜了 No.2清禾欧定星清禾是山菜的老朋友了 转学到女主学校后一起被针对 山菜还为了她出头跟F4杠上了 除了几个主要角色 经欧定星演绎的清禾 可爱帅气 也是让人难以忘记 但是清禾的扮演者 欧定星却在流行花园抱红后 为照顾婚来付钱赞临娱乐圈 为负质病 花费重大 费生 活中担压的受不住 她甚至偷了机车 还被指控偷电脑 最后因知名度受挫 只能去制工厂做工 后来她来了那个寻求 演绎事业的发展 但效果不好 生活依然不是她想要的 No.3藤唐靖 钱维山 唐唐靖在剧中是女主的情敌 虽然有不少观众不喜欢她 但并不否认她出众的气质和出色的才华 而这一切是扮演着钱维山的功劳 走空后 钱维山拍了狂爱龙卷风 爱情摩羯的不少电视剧 但是钱维山天生骨架 06年结婚后 竟然为了家庭带出演艺圈 直到15年才又拍电视剧 以她出众外形 要是当年继续发展下去 想必演艺道路也是相当宽敞的 不过如今她工作有成 家庭美满也是一种幸福 Membo自到名装徐华凤流星花园中 除了女主考友情第三人 还有一个女性角色让人印象深刻 没错 就是到名寺的姐姐 到名装 作为强势预解人设 试验到名装的徐华凤 也是圈粉不少 拍流星花园以后 她还参加了七年寄生等剧 后来淡出娱乐圈经营服饰店去了 生活如果就这样下去也不算糟糕 可惜好容易找对了人 却在婚前查出胃癌的徐华凤 在治疗三年后复发 最后在先生陪伴中离去 难道五星门朱孝天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酥酥的 最会后女生的星门吗 当年宣称 每个女孩作为自己女朋友保质期 只有一个礼拜 真的是 把无情贵公子的模样演活了 但这两年朱孝天运病发胖的消息被爆出 自嘲受了无人之胖了被人嘲也是很心酸 其实朱孝天红了后也拍过不少戏 像楚留香心砖等等 但是三年后就没有新作了 从未不可知 如今的她不拍戏 更多是跑商演 偶尔参加珠宝展 陪陪娇琪佳儿 看着也挺幸福温馨 MEMO6美作吴建豪爱穿运动服 一头离子套长发 是剧种美作的标志性特点 尽管也是个花花公子 但是经吴建豪的演绎 他的单纯耿直 细心体现还是迷住了不少女孩子 如今 吴建豪的事业发展的依然很不错 新戏如果爱即将播出 肯定春浪音乐节的演出 也在紧密排练准备中 就是和豪门千金时真善的婚姻 与吕传出婚变消息 只能说没有完美人生了 MEMO7 到名寺 严成旭作为男主角 又酷又帅又拽的到名寺 虽然是个暴龙贵公子 但有时流露出的羞涩和真诚 趁让他圈奋无数 而狂暴龙的温柔 自然是严成旭的演技所赋予的 因为流星花园 严成旭红得发辞 只是过了13年后 作品还是慢慢少了 因此 今年看到他居然和钟汉良等人 一起登上春晚合唱 实在是令人惊喜万分 除了他难得的露面 而他和林志玲纠缠十余年的感情 也一直没有个结果 也是让粉丝们的心跟着起起落落 毕竟 F4单身的只有严成旭了 NEMO8 花则 泪周于宁虽然是男儿 但是周于宁演绎的花则类 简直就是一个神秘 忧郁而又温柔的美男子 俘虏了不知多少女观众的心 从此以后 神秘与温柔 似乎也成为周于宁的标签 就联合迪丽热巴搭档的新剧烈火如歌 他饰演的男主 也是高深莫测的美男子 进一步加深了在观众心中 公子举世无双的影响 事业有成 其而在旁 周于宁可能是F4中最幸福的人了 NEMO9山菜大S灰姑娘山菜 出身微微而敢于挑战强权 是个倔强的严草姑娘 但却凭得自己的个性和行为举止打动了道明寺 这个倔强的姑娘蜂蜜亚洲 以至于人们一说起她的扮演者大S 第一反应都是 山菜姑娘啊 原以为她会跟闪菜一样在圈中努力打滚到不能活动为止 没想到她突然就宣布自己的婚婿令人惊讶不已 后来又因为连生两胎而搁置了自己的事业 如今又以外怀上第三胎 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要过的生活 但看着一家和和美美的 希望她高兴就好 能摇零阿松中和梁最后一个要盘点的人 是海边少年阿松 剧中 她遇到了休学豪道雨春的沙彩 两个人在打工的餐厅 发展出一段似要如无的情谊 让人吃惊的是 这个打酱油的男孩子 竟然是如今打红的小娃 要知道小娃经典作品无数 今年更是大喷发 有良生的多部电视剧即将上映 妥妥的一线大咖 一部流行花园当年爆红亚洲 当时里面的演员 也是十分受人关注 但是从配角们这些年的遭遇来看 真的可以说是人生如洗 历见了人间悲喜 对此 小编只想说 无论演员还是其他什么身份 终究逃不过人生无常四个字 大家还是好好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吧 你们说